大家好 9点18分啊 0918啊 918事变 1月7号2022年 给大家请安问好了 大家好 这有一哥们发了一段文字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他说我发现呀 加拿大这边 尤其是西人 就是老外啊 白人 都不怎么爱接电话 打过去 大多数都是语音信箱 刚才来这个电话 我也没接 然后就收到语音留言了 说我的国际包裹被扣留了 诈骗啊 诈骗 而且留言竟然是普通话 哪都有渣子 他们在苦苦的追寻着你 都是各种诈骗啊 然后这有人留言说呀 说我也不愿意接电话 从十几年前就开始了 电话是最具有侵略性的通讯方式 铃一响 电话铃啊 铃一响 就是催促你应答 接通便要即刻处置对方的诉求 不容你有思考辨识的空间 我更喜欢短信呀 这个软件留言呀 电子邮件呀之类的通联方式 体面 不局促 给对方留下回旋 思考和拒绝的空间 当然 也可能是因为我更喜欢用文字 而不是语言来表达 这个说的对 这个说的对啊 我好像也好几年都没怎么接过别人打来电话了 极少 极少啊 还是给各自留下更大的空间比较好 反正别耽误事就行 不过实际上 有什么事 那么要紧吗 似乎也没有 是吧 尤其像我这种退休的人啊 所以有好多人想要我的私人联系方式 是吧 这个我是拒绝的 我本能的是拒绝 我已经不大习惯跟别人 是吧 产生那么频繁的来往了 这里边好多都是套路 是吧